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资 2023年1月5日星期四 1.今天即将发布比亚迪仰望的几个看点 1.全新的双层刀片电池包结构 容量150千瓦起 2.全新动力电气化架构 四轮四电机矢量控制技术 估计高速防爆胎也受益于这个技术 如果遇到爆胎 通过电机转速调节平衡车身状态 3.全新的智能化作舱家辅助驾驶方案 4.水上漂浮技术 2.关于2023年的新车规划 比亚迪汽车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表示 海洋生物系列将推出一款名为海鸥的微型电动车 军舰系列将推出一款中型轿车 搭载DMI技术 年底还将发一款全新电动皮卡 另外海洋网还将推出改款车 包括刚上市的2023款海豚 以及Song Plus的改款 E2的改款等 比亚迪在产能上也做了较大提升 以此保障用户能尽快提到新车 3.比亚迪宣布正在与英伟达合作 将GeForce and OW云游细流媒体加入到车辆信息娱乐系统 结合车内环境照明和动感音响 通过旋转平体验身临其境的 实时的 完整的PC游戏 4.1月4日消息 华创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 维持比亚迪股份01211强推评级 正处当打之年 看好其全产业 多业务 海内外的后继勃发 考虑汇率 AH溢价 目标价345.8港元 5据传 比亚迪要求媒体全面删除400万的销量目标 其实资本市场从来没认定这个数据 6.中汽协日前预测2023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突破900万辆 新能源车市将维持高景气度 7.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周二 在推特上回应了一条消息 一辆特斯拉Model Y从加州圣马特澳县 一处高达250英尺 约76米的陡峭悬崖上坠落 车上4名乘客竟然全部生还 马斯克在一条转发这一新闻的帖子下点赞称 好消息 此前有报道称 当地时间1月2日早上 一辆特斯拉汽车从这处250英尺的悬崖上坠落 车内4名乘客均成功获救 包括一名7岁的女孩 一名4岁的男孩和两名成年人 美国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起所谓的交通事故很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 未遂事件 8.1月4日 KBA发布了德国市场汽车销量 特斯拉在12月份交付17501辆 2022全年交付69963辆 9.特斯拉的股价去年至今的大幅下跌近70% 让很多人对特斯拉的基本面产生了动摇 冷静下来看看 其实特斯拉并不孤独 未来的跌幅更惊人 市值排名也跌到第20位 许多曾经颇有前途的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甚至成了最大的输家 诸如Rivian Lucid Canal和Nicola等公司股价均下跌75%以上 究其原因 在持续不断的疫情 零部件供应中断 通胀飙升 投资者更加谨慎的背景下 特斯拉还能有40%的增加 已经算是亮眼的了 可能是大众对特斯拉的高增长期望 已经成了习惯 一旦稍有回落 就会心理落差更大 其实 很多电动车初创公司们的现金流开始枯竭 有的公司开始面临资金压力 甚至濒临破产 例如英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Arrival 便警告称 没有足够的现金将业务维持到今年年底 随时可能关闭 而有的公司无法像预期的那样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例如Rivian 2022年2.5万辆的产量目标就未达成 时近日 美国公布12月Etham制造业指数下滑至48.4 这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 让人担心重演2008年级别的衰退 马斯克曾经说美联储可能搞反了调控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以便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